就是 每一到這種風光靈淚的地方 出來玩 就會覺得心情很好 這 誰在這邊給我丟垃圾 還有寶特 Good job Good job 你好 你知道我最近 都沒有在露營 你知道嗎 我跑來當綠色名流 妳知道嗎 我們這個大自然 這麼美麗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人亂丟垃圾呢 為什麼 對嘛 為什麼會丟在這裡呢 看到垃圾我們就把它撿起來 對 所以我剛才其實在測試你 是我丟的 不 我不是亂丟垃圾 我是為了測試你 為了讓你今天一整集 都有一個好心情 學會一些東西 是這樣 當一個 好不好 沒有問題 好不好 那妳就跟我走 好不好 Google捷運 出發 走 一起來當綠色名人 先去欣賞河畔景致 享用懷石料理 為生活注入一點美好事宜 這不 太棒了 剛剛它的顏色完全不一樣了 看它的凹多大 在我的眼前 不同凡響的環保觀光夜市 載新店 帶著你的環保餐具 來響應環保 還可以有折扣 不是用這個 不是用這個 收回去 我們的環保小煎冰 我的東西拿出來 這個 這個 對 沒錯 餐點就前功盡器了 我在公司都是用這個的 店家攤位 用心製作料理 又打造乾淨用餐環境 讓你餐餐美味 吃得又安心 這個我可以 它把 它把雞蛋糕做得 好像舒服了 巧克力裡面 它沒有巧克力醬 天啊 在減速 低碳 清新的夜市享用美食 體驗不同以往的夜市樂趣 你不知道的綠色環保美麗 今天都在GoGo捷運 燕子湖 在裡面享受 懷石料理 而且很符合主題 我剛剛一看就是被 綠色植物包圍的餐廳 它裡面有榻榻米 又很日式 就是要讓你體驗一下 在大自然包圍 又用懷石料理這種氛圍 是不是很高級 對 好不好 那我們進去 要有尊貴的進去 好不好 走 新店隱藏版景點 你看到外面這個 這個河岸風光 再配上幸福的懷石料理 人生 Oh no Oh yes 我很喜歡這種鬧鐘取靜的地方 因為走到這種地方很有 禪風 禪意 你就會開始慢慢地放慢腳步 然後它在榻榻米上面 對 舒適 你有沒有感覺 其實你來這邊不是吃東西 是來一個藝術館 我們來享受慢食的藝術 懷石料理講的就是用五官 去感受它的那個精緻的菜料 你看 我們前面 是我們的前菜 和風蔬果鮑魚沙拉 給你摸一下 我跟你講 這跟妳一般 等一下 妳吃得到這個藝術品 妳有什麼感覺 我可能要吃整個 我才能感覺到 留一小塊給妳 留一小塊給妳 沒關係 妳先吃一個整個的 怎樣 怎樣 妳看 我好喜歡它的味道 因為感覺有去炙燒過的那種香氣 我沒吃過冷泡過的 醬汁的這種道友 很香對不對 汗 還是回到彈 然後開胃完 接下來這個也是不簡單 冰心上選赤身 剛好看到這個花枝裡面 是小黃瓜 對 然後上面還有那個鮭魚卵 它竟然捲小黃瓜 一口嗎 就是一口 天啊 不光是食物的這個視覺 當人吃下去的那個視覺效果 也是非常地震撼 妳幹嘛 像一幅畫一樣 我現在是沒有加任何醬油 沒有調味的 它進去 第一口是你咬下去 你在牙齒給你的感覺 它這個花枝是彈回來了 然後你再咬下去之後 是小黃瓜的雙碎 然後再加鮭魚卵 還有那個 不滋 不滋 咬過 不滋的聲音 好有層次 很有層次的 冰心上選赤身 採用的是日本生食等級的 高級干貝 與新鮮花枝 鮭魚生魚片 一起品嘗 Q彈鮮嫩 一起滿足老饕的胃 來這兒有如藝術館般的 日式餐廳用餐 當然不能錯過 欣賞這裡的鎮店之寶 觀眾好 觀眾好 大家好 現在幫您料理螃蟹 這是料理螃蟹的器具 它有特別的名稱嗎 有 這個是日本國寶級的工藝品 它叫做萬古燒 它是用1300度的高溫燒製而成的 這個岩石的溫度是高達300度以上 我們離上日本清酒 那幫您計時6分鐘 所以萬古燒是用蒸氣的方式 讓螃蟹收拓嗎 對 它是利用它的高溫 然後跟清酒的蒸氣 然後利用這個空間的熱循環 然後我們螃蟹就可以收透了 對 只要6分鐘 真不愧是日本國寶級的萬古燒 外型獨特典雅 內部具有鎖住螃蟹原味 肉質甜美的熱循環作用 日本人對於吃的藝術 透過手工親民 感受到他們對於食物的珍惜 與敬重 就在查理 舒嬅與館長聊天的 黃金6分鐘 美味的螃蟹要出場了 我覺得這個香氣已經隨著 這蒸氣從旁邊慢慢地 撫鼻而來 它已經跑包圍了 對 我很喜歡這個酒香 我已經聞到了 所以我們可以了嗎 可以了 我好急 我們就來掀蓋了 好 各位觀眾 太棒了 剛剛它的顏色完全不一樣了 這個顏色 好漂亮 很美 天啊 這個肉也太多了吧 館長 我們這個螃蟹是 什麼樣品種的螃蟹 這個是沙公 沙公 來自於菲律賓的沙公 沙公主要是吃它的肉質 它的肉質比較Q彈 好香 我覺得我現在整個起床器都美 你看它裡面的膏 這個膏也太多了 真的 剛剛就跟館長講的一樣 我跟 它有肉汁 它有湯汁 就很像雞湯那麼濃郁 那麼多汁 所以它這個腕骨燒 真的把它的湯汁全部鎖在裡面 不會乾 一般你如果吃過螃蟹 蒸螃蟹 你還記不記得螃蟹的那個 吃下去那個肉感 會有點先乾乾 然後後面才有水 一開始就是水分 看它熬多大吃在我的眼前 超有味 你看 你看 在彈 不是我手在抖 是它真的在彈 好像有彈簧蟲的 剪刀石頭布 包給我 好 好 好 蟹肉 這蟹肉真的在嘴巴 一開始吃進去就是濕濕的 咬下去的時候再噴汁 雙倍 太厲害了 乾杯 乾杯 我們乾謝 乾杯 一大早錄影的兩位主持人 立馬被螃蟹的鮮味給喚醒 吃得非常滿足 欣賞完萬古燒 下一件手工藝品 做出的美食也是狠角色 好可愛 下面是一個火鍋 這個設計也太酷了 是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這個它是蘇格蘭跟瑞典的 設計師設計的 它是結合西方的設計 跟東方我們一般 中華文化的火鍋跟蒸籠的概念 對 我們利用這個 很有創意 蒸的方式 上面的食材的 鮮甜的 它的湯汁會留下我們的 湯裡面 所以我們剛才放進去 在蒸籠裡的是什麼 鱘龍魚 鱘龍魚 對 那是浮山的鱘龍魚 鱘龍魚 我懂你為什麼要哭了 鱘龍魚不簡單 好 它這樣有一 古語有語 眾得滿山熊掌 不如江中熊狂 慈禧太后最愛吃的鱘龍魚 對 有活化石製成 剛剛那隻螃蟹吃進去 你整個文學造詣都 真的 而且 起來 查理吃到美味的食物 就整個心情好 你瞧瞧 吟詩作對都出來了呢 兩人滿懷期待的心情 準備要來繼續震撼舌尖 子豫 底下的湯汁就直接 進到這裡面 它的湯底是什麼 雞高湯底 對 我們用老母雞下去熬的 高湯 再加進鱘龍魚的魚汁 這海陸的精華都在裡面 好香 這個魚是不是也有 因為剛才老母雞湯在下面煮 也有一種雞湯的香味在上面 對 因為它的蒸氣回來 就會沾敷到它們身上 魚本身就有一個特殊的香氣 而且很珍貴 你看 就這樣 這個魚是從浮山來的 對 浮山來的 浮山的水質非常地乾淨 它是洗得很乾淨地找過來 謝謝 如何 它真的洗得很乾淨地找 你再咬一口給觀眾看一下 你看它的表情 你知道人說放鬆的時候 那個眉毛是會往上放鬆的 你就是這種感覺 這個就是很好吃的意思 很好吃 本店特製苦茶油雞飯 苦茶油與玫瑰鹽 讓飯吃起來層次豐富 搭配醃漬炸雞腿 讓查理 舒嬅的味蕾 滿足帶有幸福感 燕子湖 綠色 餐廳 享受 吃飽了 那個場景似曾相識 不行 你已經感覺到 你就是跟這個大戰融在一起了 有 很棒 我覺得他們料理都很精緻 而且真的是吃品味 真的 你就是去逛一個博物館 藝術館的概念 現在是不是很有氣質了 很有氣質 要帶你去一個更厲害的地方 有 晚上就可以開始派對 晚上限定的嗎 對 晚上限定的 好不好 我們就是帶這個起司走吧 好 走 台東挺胸 走 越夜越美麗 對不對 最喜歡做什麼事情妳知道嗎 最喜歡做什麼事情 做環保 一定要 我們去的地方 也都是跟環保有關的 那妳知道嗎 如果外國觀光客來台灣 一定會先去逛什麼地方 一定要到的就是 能逛 能買 能吃的夜市 YES 對不對 所以它代表我們台灣的門面 對 有些外國朋友很怕 夜市很髒亂 可是我們自己也滿怕的 也是對不對 妳知道後面這個 可是英國的環保夜市 很厲害 而且這邊有三大訴求 一定就是 減速 低碳 清新 減速 低碳 清新 對 這三個到底是怎麼樣見證 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好 走 減速 低碳 清新 減速 低碳 清新 減速 低碳 清新 不同以往傳統夜市概念的 觀光夜市再興店 搭乘 嵩山新電線 新電站出來 轉搭公車 拆乘里站下車就到 記得 週一週二公休 不要白跑一趟了 來這個夜市第一個 我就發現了 它的垃圾桶特別不一樣 它有很多分類 木魚 塑膠 紫容器 一般垃圾 還有一個偷布 還有一個 這我從來沒看過 竹籤 夜市一定要有這個 一定要有 不然你全部都弄在一起 塑膠袋都被戳破了 真的 很厲害 裡面還有很多厲害 還有很多 再去看 走 像蛙寶一樣 走 我們首先來吃牛排 這裡雖然是夜市的牛排 但是卻有餐廳等級的質感 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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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謝謝妳 吃牛排不都這樣嗎 對 用一個餐巾 為數 而且你看我們手上拿這個 餐具 也是這邊環保夜市講求的 就是不要用那種一次性的餐具 像竹塊 那種湯匙一大堆塑膠的 你看它這邊後面 都可以自己來拿 而且都有消過毒的 而且這家店我推薦的 為什麼 這個喝到飽 等一下 人家一份就是拿一碗湯 一杯紅茶 為什麼你 為什麼 六六大順 討個吉利 老闆 沒有 妳先看妳這個 這邊的牛排 它是選用沙老 妳看整個感覺 在這個餐廳的氛圍 就覺得很乾淨 對不對 很乾淨 胃口都大開 而且妳知道我 如果從小到大到夜市 我一定會找夜市牛排在哪裡 一定要 就妳還夜市不吃牛排 一定要吃牛排 對不對 而且這好像也是台灣的 一個獨特的文化 對 重點妳吃吃看它的牛排 好 我要吃看妳好 它牛排不錯 它有附洋蔥 很少就是這種 夜市牛排附養的東西 對 要去提味 吃嫩的 對不對 日嫩的 不會很難咬 不會很難咬 我很怕那種 牛排會很難咬 很難咀 很難咀嚼的 它不會 第一口就要很OK 一般要吃其他夜市牛排 會乾乾的 然後要不要吃有點太膩 它不會 它真的就是像餐廳 吃的那種等級 夜市的價格 餐廳味道的牛排店 老闆特別推薦 牛排如果加黑胡椒醬 那麵一定要選蘑菇醬 這樣就能雙醬無敵 而且選用的細油麵 能吸附滿滿醬汁 超好吃的 吃完牛排了 來夜市最重要的就是要 邊走邊吃 這個味道 這是樂趣 我們剛剛說有三大訴求 減速 低碳跟輕盈 對 我跟妳講 減速除了垃圾有回收這邊 環保餐具也是很重要的 你環保小煎兵 當然 你出來然後自己帶環保餐具 這綠色名人對不對 對 很重要 妳看一般去夜市會有袋子 就是拿一大堆油的 那就是垃圾 如果你拿一個這個 自己的環保餐具 裝你喜歡的東西 是不是很棒 而且妳看 後面那個燈 燈袍 你會覺得它跟我們一般傳統看到的 有點不太一樣 它用LED燈 很厲害對不對 這就是低碳 再來 你有沒有覺得很輕輕的感覺 有 來到這邊 很寬敞 有沒有 而且又很乾淨 而且妳看 沒有人會在夜市裡面這樣子 而且妳看上面牌子還要寫說 全區禁止吸煙 這很重要 輕輕感對不對 是不是很棒 我們就拿這個環保餐具 好 去吃我們的夜市吧 好 從頭吃到尾可以嗎 可以 好 可以 可以 好 這邊 好 妳有看到 這裡 這裡 這個 是雞排 妳要吃什麼 我來看一下 有好多口味 泰式酸辣 濃打理 辣醬 檸檬汁 很多 不如就酸辣 泰式酸辣 酸辣是招牌嗎 好 謝謝 請給我一個泰式酸辣的雞排 用這個狀 這個 用這個有打抖嗎 有 真的 很棒 佛心 太好了 而且妳有沒有看到 它排煙系統 也是這邊講的一個 清新的重度 就是有特別去弄 剛剛一般我們去吃那種 外面那種雞排店什麼 油煙就要亂排 可能那很不舒服 真的很感情 清新的感覺 很小清新 查理今夜心情很可愛 這炸雞排製作也是有秘密在地 用地瓜乾粉與濕粉在溫體雞排上 做完美的結合 一道令人口水直流的脆皮雞排 就出現了 好了 要怎麼吃 熟嗎 來 抽到上上千 請問我接下來的運吃吃 請給我一次切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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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用這個 收回去 我們那種環保小煎冰 我的東西拿出來 這個喔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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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就前功盡棄了 我在公司都是用這個的 真的 妳看我們環保達人 有始有終對不對 好 很好 看起來很好吃 真的 可是它的肉 好厚 這中間還有肉汁 加上它的下面 泰式酸辣醬 皮 不會是讓你吃到都是麵皮那種 它皮是薄薄一層 肉是蒟蒻的 真的 而且妳看 我們用這個環保餐去吃 感覺就很像媽媽的愛心便當 那種感覺 吃起來更好吃 對不對 而且用這個 好像野餐的感覺 好好吃喔 而且還可以打出 這個還重點 這個 我差點前功盡棄了 我拿去放 來環保夜市用餐 自備環保餐具 不僅可以減少垃圾 還可以蓋上蓋子 帶回家享用 非常方便 我要吃這個 雞蛋糕 對 來夜市就要吃雞蛋糕 老闆 我要原味跟巧克力各一份 好 稍等一下 然後還有這個 環保餐具 好 謝謝老闆 謝謝 雞蛋糕真的是夜市跟童年的回憶 一定要吃一下 一定要吃 好 好吃的雞蛋糕不加一滴水 選用高級麵粉和牛奶 造型可愛 味道實在 而且偷偷跟你說 老闆來頭聽說不小 好 好可愛 貓爪 好 好可愛 你看跟我的餐具還是很像的 真的 而且剛剛問到一個很厲害 這不是一般的雞蛋糕 老闆是在飯店工作 他是用飯店的等級來做這個雞蛋糕 很厲害對不對 好 一般人不知道 那我們來吃吃看 這個飯店等級的雞蛋糕 這個我可以 它把 它把雞蛋糕做得 很像素芙蕾 好好吃 好鬆軟 而且它那個 拉開還有熱性 對 現點現做 肉像滿頭肉像素芙蕾 一般吃到雞蛋糕吃到那種 乾乾巴巴會生氣 就是想要吃到它這個鬆軟 又綿命的感覺 每天現做 你看我巧克力裡面 它還有巧克力醬 天啊 它還有巧克力醬 半天等級的 半天等級的 真材實料 可以一直吃 一直吃 沒了 這個國際觀光夜市 有一個非常值得一提的驕傲 是什麼呢 還可以嗎 我去裡面參觀了一下 也很漂亮 妳在哪裡參觀 妳跟大家講 妳在哪裡參觀 我來這裡的廁所參觀 在夜市的廁所參觀 因為它裡面的牆壁還有壁畫 真的 裡面也很寬敞 乾淨 來 妳跟大家講 之前的經驗是不是 妳去夜市 上廁所是很麻煩的事情 通常是沒有廁所 不然就流動式的 可是那個都會有一些味道 有些女生就乾脆就是 在家裡上 在外面都是憋著 這邊就像家一樣 聽說妳是像家一樣 妳現在還上那個 有兩個廁所 馬桶那個 沒有 我有去看一下 親子 有去看一下 很大 我會去男生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你看環保愛地球 只要有餐具就可以省五塊錢 所以我特別去買這個 環保攤商 很貼心 是不是 我用這個環保攤商 珍珠鮮奶 OK 然後另外一個冬瓜檸檬 OK 沒問題 然後我們有這個 謝謝 謝謝 來 麻煩妳了 謝謝 櫻花什麼 櫻花珍珠鮮奶 櫻花 很酷 這個很有櫻花 期待一下 好 台灣夜市的魅力 就是各個攤商都是狠角色 沒有三兩三 怎麼敢在夜市擺攤 老闆娘製作的櫻花珍珠鮮奶 超夢幻 粉紅的珍珠 在白白的牛奶裡 更顯得浪漫姿態 你好 這就是你說櫻花珍珠 對 老闆妳講幹嘛 我們想要給你們吃飯 不用 我們要超環保 妳看我們來自己去買這個 這個 玻璃喝起來很有質感 環保室外 環保做到底 好 妳猜猜看這個珍珠 它是不是在草莓呢 它很有創意 紅紅的 大大的 它切一半 你一半 我一半 西瓜 不 不是 不是西瓜 不是西瓜 切一半 火龍果 火龍果 原來粉紅珍珠的秘密 是用火龍果製成 所產生的天然顏色 老闆很有創意 再來這杯冬瓜檸檬也是一級棒 用檸檬汁和冬瓜漿變成一杯 帶給你初戀般酸甜滋味的可愛飲品 如何這個 國際的環保夜市是不是很厲害 吃得飽 又不會吃到垃圾 而且很乾淨 對不對 吃完了以後 妳看這個是什麼地方 太貼心了吧 這裡 對 我剛剛問了一下這邊的負責人 他說 這不是給店家的 這專門就是給 我們的這種觀光客 自己來這邊洗 就是鼓勵大家 帶你的環保餐具來這邊 吃完還可以洗 還可以帶回家 超棒對不對 所以妳就是要當 徹底的一個綠色名人 沒錯 來 有 有